各位觀眾朋友 片頭你有看到這個嗎? 我們現在在森林下方 你看林荊多在那裡跳著跳著 啊你也瞧瞧 剛剛片頭有丟出去 欸? 啊你怎麼叫勒? 林荊多 哪裡? 在那裡喔? 來給我,快點 快來 多多喔 其實最喜歡來森林這邊玩 舅舅跟大大在那邊 因為呢這裡面的樹葉啊 柔軟的程度呢 真的就是天然的彈簧場 所以他在裡面跑呢 其實是有一種彈跳的感覺 你可以想像那種小朋友 去那個遊樂場 不是有那種充氣的那種城堡嗎? 就是那種感覺 來快點來 快點來,給我 給我 快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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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蠻熱的啦 所以呢想說 帶他們來森林 比較涼快 比較不用曬太陽 多 去吧 哇 我打到 打到那個 這裡啦 多多 這裡啦 哈哈哈哈 要聽人說的嗎 這裡 多 多 多多 去吧 我們不要理多多 我們先來 看一下今天的九九跟大大 北七耶 你兩個叫做什麼 哈哈哈哈 你兩個叫做什麼 就喔,禮拜四哈 我們這禮拜四呢 計畫禮拜四 帶我們阿九耶 去 去結紮 啊順便去把他那一顆 那個脂肪瘤呢 把他 把他 切掉 做小手術啦 把他切掉 所以呢 今天禮拜二嘛 還有兩天 好不好 加油 耶 阿倫真多咧 多多已經趴在那個 樹葉裡面了 阿我剛剛阿 在行淺喔 因為 來這邊呢 太久了 那種經驗呢 非常的老道 因為這裡喔 蚊子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有先噴了一下防蚊液 也順便幫他們三隻都噴了防蚊液 花蓮下雨喔 讚喔 我們這邊呢 就只有下了 上禮拜下了那幾天 阿都小雨 就這樣淡淡的那一年 也沒有說很大的雨 阿不過今天的那個陽光呢 是真的有夠大 天空有夠藍的啦 喔 你們這樣看就知道有夠藍 然後呢 我前一陣子來森林呢 這邊呢 樹葉還沒有長出來 所以 要偷偷把球丟這邊 所以呢 之前來的時候 這裡面還可以透到陽光 現在你看 就只有一點點 因為上面的樹葉呢 開始長得茂密 去吧 慢慢走 唉唷 又有鳳梨了喔 喔 看一下我們的鳳梨 這個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啦 我小時候呢 再講一次 我小時候呢 你知道看鳳梨上面這個刺刺的 我小時候都以為鳳梨是在土裡面 然後我們外面看到這個 這個呢 就是鳳梨上面的刺刺的 結果後來長大才知道 原來鳳梨是長在上面 上面這一塊 然後呢 那個刺刺的只是鳳梨的葉子 你看這邊還有很多 這裡也是 這個 這個已經掉了 已經掉了 這邊都是鳳梨 少少的啦 要來走一下嗎 我們呢 帶他們去那個 等一下那裡有一條 那個我覺得蠻浪漫 蠻漂亮的一個走道 就是很多 觀眾朋友呢 喜歡看的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蠻漂亮的 讓他們兩個在裡面跑 畫面很美 尤其在天氣這麼熱的時候 可以在這種 因為現在喔 主要講啦 缺水啦 缺水呢 你說這種這麼熱的天氣 讓他們玩水喔 這個一定會被幹狗 所以呢 我們帶他們來這種天然的 清涼的遊樂場 這種地方最好 不會很熱 然後呢 也不會 就是 也不會讓他們太渴 好 就是這裡了 這條看這裡超漂亮的 喔 來喔 多多 多多已經準備好了 多多很愛這一個地方 去吧 哇 超漂亮的 這地方呢 拍影片應該不錯 喔 這個地方 來拍婚紗應該也不錯 我下次結婚呢 就應該來這邊拍 喔 真漂亮 快點來 喔 有噴防蚊液有差啦 蚊子比較不會叮 不然的話 以往我在這邊我都挨挨腳 欸 快點 快點 你跟多多喜歡來這邊跑呢 快點來 來 一起來快點 拿給我 喔 這樣我要去 快點 快點 你不是喜歡跟多多在這邊跑嗎 來 要不要去 要不要 要 要喔 要 去吧 不然要走 哈哈 大大開始滾了 這畫面好看 哈哈 大大總是不會讓人家失望 好好看的畫面 大大在一個 很優美的森林步道裡面呢 在那邊翻滾 呵呵 真爽 然後大大之前那個 異位性皮膚炎呢 已經完全好了 喔 就是 打個針吃個藥呢 很快就好了 我真的差很多 所以 感覺大大的毛又變得更蓬鬆了 他也比較少在抓羊 喔 讚喔 來 來 大家再一次 要不要 大大 大大的尾巴 好 去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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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人家真的有得炸大呢 哈 跟你爸完全一模一樣 餵 哈 來 多多你給我 喔 剛剛被多多咬到 我這被多多咬到 紅錢 一個齒痕 好,來,等一下,放開 好 去吧 我為什麼每次丟都會丟到樹木 林軍都帥喔 去吧 雖然有噴防蚊液,還是被丟了 這邊蚊子真的太厚了 對我們這種人來講呢 我們噴的這種防蚊液 對一些比較 口味特殊的蚊子來講呢 就有點像是 食物家的香菜那種感覺 可能大部分的人不喜歡香菜 但是某一些蚊子呢,還是會喜歡 所以他們還是會來丟我 因為它防蚊液基本上就是一個 有一個像什麼精油那種香味 去吧 阿九 其實不用太擔心啦,因為 在結紮前還是會先評估一下看 看九九呢,適不適合啦 那這部分的話,我是相信我們 預警醫生的技術啦 所以其實還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禮拜四我再為各位做個紀錄 這是我們九九的部分 阿主要是呢,我覺得 因為它的那個 攝護線喔,總大了 阿總大已經壓迫到關職場的部分 所以還有主要啦 就是另外就是它的那顆 脂肪瘤真的蠻大的 阿我聽我花蓮的妹妹講說 其實它有一些朋友的狗狗呢 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脂肪瘤 脂肪瘤雖然感覺是良性的 但是有一些症狀呢 有一些朋友就是 脂肪瘤越老越多 然後 呃 想說它那一顆那麼大顆喔 阿沒規矩喔 就是趁結紮的時候呢 比較刮刮了啦 不然舅舅呢 其實我有幫他檢查過 全身的部分 他 就只有那一顆脂肪瘤跟其他 他鼻子前面有一顆很小顆 非常非常小顆 然後 一點點 阿大大呢 身上也有一點點 但是就是小小的 阿就這個東西呢 就是觀察 阿一般醫生都會講 脂肪瘤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礙 阿只是說你觀察一下 看它有沒有 突然間長很快 那個就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 阿多多就沒有 阿多多呢 這個部分算健康 阿他的皮膚阿 他的 沒有什麼值 阿大大有 大大在 背脖子後面呢 有一小顆 大概這麼小顆吧 阿久久的厚 那一顆這麼大顆 就是大概我這個小拇指的這個 已經越來越大 在他七八歲的時候呢 那時候還長這樣子 阿現在已經長這樣了 阿現在已經長這樣了 阿禮拜四呢 順便把它處理掉 比較安心一點 好 我們往外走了 這邊呢 雖然說有噴防蚊液 不過蚊子真的是有夠多 愛吃香菜的蚊子還是有 來 去吧 噢 多多好像用而已 哈哈 他每天在睡覺就是在充電 喔 來阿你們兩個每天在睡 電地那麼大顆 每天在睡 沒有什麼電 阿久久的電 跟大大的電都拿來吃飯 就吃飯的時候呢 久久的電力會全開 阿平常呢 久久的電力是不大用得到的 阿多多喔 就是真的有在十支十負 有睡多少 他就會把那些多餘的電力把它消耗完畢 有在運動有差啦 阿這兩隻喔 你看看 就是這麼慢 鄉下狗就是這樣喔 悠閒 吃鬆 然後呢 搭配這種 旁邊這種這麼幽靜的地方 其實說真的啦 這種森林呢 真的很舒服 但是呢 我們 就是呢 蚊子很多 蠻可惜的 不然這個地方喔 真的我之前有講過 我小時候呢 很喜歡在樹上蓋樹屋 那我們都會看大人呢 有的時候去露營區 又看大人會樹中間綁 綁兩個一個吊床 然後在上面睡覺 阿那時候都很羨慕 阿那時候大人都不讓我們躺 我們都說小朋友躺危險 那我們那時候就有那種計畫 就是說如果有一天我長大了 我也要來弄個吊床 阿不過你看這邊呢 弄吊床其實蠻好睡的喔 又很涼 也不需要開電風扇 不需要開冷氣很涼 但是呢 你如果弄個吊床 你一定會先被蚊子叮死 除非呢 你是用一個防蚊罩 然後在上面睡覺 那才有可能一點 好熱 但是呢 在森林裡面吹這個風真的很舒服 而且空氣蠻好的 舒服 來喔 多多走了 多多為什麼一直在那邊不來追我的球嗎 因為那邊有一個桶子 那桶子裡面有一點水 多多想要喝水 所以簡單講就是多多的那個 能量快沒了 那通常都這樣 我們都讓他們跑一下 尤其這麼熱的天氣呢 我也不會讓他們在大太陽跑啦 因為蠻容易會中暑的 所以就是 跑到四可兒子呢 就差不多要結束直播 帶他們回家喝水 然後讓他們補充一下 那個水分以外呢 就是 吹個冷氣 涼一下啊 真鬆 哇 大大在走路這麼霸氣 我超喜歡看大大走路 比起九九跟多多呢 大大走路比較有喜感 因為他前腳O型腿 後腳是內巴 所以呢 你看他大大走的時候 你看他的屁股 他屁股呢會這樣一直扭 這樣一直扭 很可愛 阿多多有在運動 所以他後腿比較強壯 阿那九九是 沒有在運動 但是他後腿也很強壯 因為他單純就是胖 但是呢 阿九九的走路呢 是很標準的 就是 真的很像是那種 因為他的又是麵包手 所以他在走的時候 他的腳是直的 他在踢正步 然後很像Model在走路 很可愛 阿多多的腳呢 你看他走路的時間非常少 因為多多大部分都是在跑 他都是在奔跑 這是一個青春熱血運動員的象徵 不錯 好啦 那你們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些芒果呢 已經在包那個白袋子了 那我們的果園的芒果呢 現在還沒有包 可能再晚一點就會包 就是再過可能月中月底吧 希望今年呢 芒果雖然不會很多啦 但希望可以賣個好價錢 大概是這樣 我們做農的 大概就是這種 每年都在等待這一刻而已 你們兩個已經跳車槍在等了 你看難得 難得多多自己已經跳上車上等了 我們等阿鳥來 好啦 阿現在呢 其實很多人想看他們上車啦 阿不過我一隻手很難處理 因為他們一般 以前還小隻的時候呢 三隻很輕鬆就可以跳上去 但是現在你看 光是兩隻就滿了 中間可以留的空位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加上這三隻呢 毛又很膨又很高 又很高 所以其實很難上 他們現在上車呢 我都要用輔助的 把他們扶正 把他們的屁股往上推 讓他們的腳可以 可以直接合上去這樣子 阿鳥來走了 走了 鳥鳥還在尋寶 你看這樣 你多多給他打打 老了幾個手 還在等你爸爸喔 等一下 今天難得 我舅舅下海了耶 舅舅下海了耶 舅舅下海了耶 你知道舅舅是一個老江湖啦 他呢 看我手機還在講話 他就知道我還沒有要走 平常以往喔 我如果說跟大家說 好啦 感謝今天的收看啦 拜拜 舅舅聽到了 他看我手機收起來 他就知道真的要走 但是他現在看我還在直播 舅舅他們三隻呢 其實都非常有經驗 也都很習慣的 看我 看我拿手機直播就知道 現在還不是要離開的時刻 很聰明耶 走囉 舅舅 快點 快點 你要來找一個做好做蠻 讓我們看一下 人家粉絲要看做好做蠻 慢慢走慢慢走 快點來 上來咧 你看舅舅的腳已經弄髒了 他前腳已經髒了 喔 太格告喔 來 舅舅先下去 通常都這樣 然後呢 舅舅要先上來 來 舅舅先上 喔 這邊都蚊子 快點 最後用一個做好做滿 來 讓大家做個Ending 通常呢上來以後 大大就會自己蹲下來了 然後這一邊就是看多多 怎麼去 用他那個 來 加油加油加油 好啦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呢 上車的狀況 然後要 散步回家也是這種狀況 他們現在完全卡住了喔 你看 喔 超緊的 好啦 這個是很多觀眾一直在敲碗的 希望可以看他們做好做滿 最後呢 給大家一個福利 夾讚 那我們呢 要離開這邊森林 要回家帶他們喝水了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再見 掰掰